美国底特律宣布结束法庭保护 正式摆脱美国史上最大的市政破产案 在这同时 底特律积极重振经济 希望能恢复这座昔日汽车之城的繁华 既法官批准了底特律财务重整计划 以及完成书面手续之后 底特律是紧急处分管理人奥尔 宣布底特律脱离了破产 底特律获得了法官批准可削减70亿美元的债务 在财政重整计划中 巴克莱银行将协助底特律市政府 发行2亿8700万元的债券 另外 底特律在未来的10年 投资17亿美元 改善公路服务设施 恢复警察 消防和卫生等 市政府服务部门的正常运作 底特律是在去年7月宣布破产 当时负债180亿美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